如今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小董就读的洪德小学 在未来的几年里 随时有被撤并的可能 就在那个世纪之交 就在2000年前后 作为一个分野 农村教育呢 发生了极其深刻的 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 其实在2000年前后呢 我们基本普及了农村的一种教育 但是从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了另外一场 对农村教育的改造 我们称之为测点冰校 大规模的测出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 小学初中 教学点春校 董人发所在的洪德村 原本有三百多名士林儿童 如今留在洪德小学读书的 只剩下72人 大多数孩子 要么随父母去了迎盘乡 要么会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上 读条件较好的寄宿小学 一度 这条横跨山崖间的索道 是外出读书的孩子们 最便捷的通道 这末次天往那天有得去 比夏宿 都两只们领了来 领了来都在哪上下来 末水都消了 起头水都来来 也都把两只们的池都冲下来 两只们都在这水大下沟 大着沟地的 大着沟地的 最早的三天 和六七天来做 得这样做一个 大工的下班 我只得下班都做做 小工都别做做 两只们一工有四七八岁 一工有十几岁 我们就这样来 向下学修这个桥们 都在这两只上过了 这两只上过 我们孩子学小学们, 一般学小学得到五九千。 2012年5月, 当地政府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禁止所到继续使用。 虽然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离开洪德村外出读书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多。 但凡家里有一点能力, 父母都不愿意把孩子留在洪德小学。 凡家庆是洪德小学的校长, 初中毕业就到这里教书, 已有二十九年的教理, 最近十年, 他经历了洪德小学师生的大量流失。 上头规定的这个校学任务能完成吗? 这些它比我们这种简单的, 像我们这项像英语科, 我们都开不起来。 英语科没有开? 没有开。 现在我们就是教师也是年龄大, 还有部分教师的话, 就是说理上一不够的话, 我们就是真的是适当安排。 晚不成, 我们该病活的, 我们就病。 中科学它包括的内容多, 就是语文、书语、美术、英语都有在里边, 所以课有点复杂, 一个教师负责两个班的这个服务科, 所以要把一点布置好, 然后给它讲清楚。 不舒服? 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 没写了。 给我说? 为什么不行? 妈妈, 我欠帮我给你。 没有帮你呢? 有钱没有啊? 可以吗? 没有。 没有啊? 我拿钱给你去买。 快去。 来。 我不要。 没有啊? 我先帮我, 我好带你了。 来, 不是, 我叫你抄洗, 你是这个啊? 抄洗一下。 我要拿过来, 妈妈, 我给你收清楚了。 洪德村地处乌蒙山深处, 交通闭塞, 水源缺乏, 卫生条件差。 对刚毕业的师范生来说, 这一切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 有的嘛, 分不在我们这里来, 即使分得来的话, 最多在半个说起会。 我来说, 感谢观看